红终出口 宝极高颖 量者 心中能量 能见潜 能量的智慧其实就是什么 能量的智慧从能量之中就是一他起片极致 估计讲到一他起 决心哪个不是一他起 大决心体你感觉到有绝食都是在种种感受之中 那都是一他起 只是凡夫在一他起中觉得讲到一他起时就被一他起所堕落 行者要知道一他起时 他永远知道能一他处还是照他时 我不照他怎么讲一他呢 但是照他那个照字不能处 照字现前 照他现前就是一他现前处 所以我讲到一他现前处 我是马上就会住在如理之中看到什么 根本照他的如理啊 脉络 所以在他字之中叫做什么 他字之中叫得大自在 但是法法不能离他 所以叫打笔案 所以你忘记那个一他 你根本也找不到能照他的心中 本来他能如理能够称量一切的根本如量 那如理如量二字都全部暗昧 你能够知道一他处 你当下就知道就是照他时 这是一个行者逆逆之间归家的旧地还家旧路还家的方便 所以既然是依他 你就会发现心中就一定有什么样的作用 骗济直吗 过去讲到骗济直 你老是抓那个直啊 直一般就听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流转处 对吧 现在汉传佛教 世门弟子要学会 一切文字都没有障碍 你错任故才有障碍的 骗济直啊 那个直就是过去你随缘的长迟处吗 镜子陷黑他一定能够长迟黑嘛 不能够执长 怎么叫做他怎么能陷黑呢 过去再执被执所暗闭 那个直是流转 将来你不敢担当心性之中 随缘他一定能够长迟的根本心中的做主的功德 就刚刚讲像做客 你知道都是客项 都是客员 都是客义 那当下就是你长直是 长直 直长处嘛 就是你的直是人 直是 直是所嘛 直是就要知客那些为诺 直是直所 所以那个骗济直是你根本心中的大名耶 镜子本来黑色 黑来的时候 他就能够长迟黑色 或许那个长迟本来就是心中的作用 可你却在长迟之中 你随着直中坐在直手里 那才是流转反复 将来你要回家时 你虽然知道直是让你流转的 你却把直一体推开 一体不要 你将来连决心都暗昧 这个就是华颜军中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 殊胜的境界跟道理 所以他回头再餐 世间一切作用 世间的一切信德 过去在狱就是流转的 现在要担当那个染 叫李静婆序蜜多 你心中不能染 那还叫绝吗 再黑不知道黑 再白不知道白 叫绝吗 所以心中本来随为能染 能染就是你心中的智慧 所以心如公化时分不出彩色 本来就是你的智慧 过去因为在染中你就随染流浪 那是流转 因为随染流浪 所以将来你回头时 那个染整体拿掉 你连智慧都被你拿掉了 庄罗嚥及 MAYO SO Add��病 爱王湖及望族黎采论 是蛋到够绸闯 相遢يرة吧 但也可以看到事之 monster 水月它任何病 那是阿佩 阿弥陀佛